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无济于事 这个道理 学佛的人懂得 深信不疑 将自己的欲望舍弃 对世间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舍得干干净净 心就会清静自在 心地清静自在 身体就不会有毛病 算命看相的常说 相随心转 相就是身体 身相 身相好看与否 身体健康与否 都是随心转 所以心里健康 身体一定就健康 迷惑 妄想 烦恼是心里的毛病 能将这些毛病统统放下 舍弃 身体无需任何刻意的保养 自然健康 顺乎自然 身体就健康 刻意营求 刻意保养 这是违背自然 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 大富长者 用尽心思 保养色身 但依旧是一身毛病 寿命长得很少 原因是心里不健康 种种保养都无济于事 这些道理与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想要身心健康 自在幸福 就要听从佛的教会 断烦恼 转换念头 也就是转换观念 佛家讲的修观 就是修正错误的观念 思想 这是真修行 研究教理是修观 参禅还是修观 念佛亦不例外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是修正错误思想观念的方法 门禁而已 我们选择的是静宗法门 此法门包含念佛与研究 研究是解门 念佛是行门 解形相应 对于知识分子 此方法非常有效 知识分子修学不能偏在一边 偏在一边不能成就 偏在教理 废弃修行不能成就 偏在修行 不言学教理 也会遇到许多障碍 但有些人有形无解 也能成就 那是老实人 真正老实人只有两种 一是上根立志 一是下鱼 鱼不可及 下鱼之人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什么都不想能成功 我们念一句佛号 胡思乱想 如何能相比 所以下鱼之人 古圣先贤无不赞叹 他遇到好因缘 有善知识教导念佛 他就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 这我们学不来 李秉南老居士曾经说过 他很想学鱼 学了一辈子都学不像 难怪古人讲鱼不可及 这是真话 学佛首先要明白道理 然后了解事实真相 懂得如何调心 调身 让自己身心清安自在 功夫才能得力 才能真正得到法喜充满 事出事间一切法 展现在面前 真的能完全放下 一天三餐能吃得饱 衣服穿得暖 还有一间小房子 可以遮蔽风雨 足以 多余的都是累赘 饮食方面 古圣先贤教导我们 早晨要吃得好 中午要吃得饱 晚上要吃得少 这是养生之道 晚上少吃的原因 是睡眠时 所有器官的运动都缓慢下来 消化系统缓慢了 吸收能力也缓慢 所以晚上少吃 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佛家 所以佛家日中一食 很有道理 现在很多人晚上也不吃 但身体病不好 其原因何在 妄想没断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每个人能量消耗的状况不同 有人消耗能量多 有人消耗能量少 而能量的消耗 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 是消耗在妄想上 若妄念少 消耗就少 古代的修行人 妄念少 没有欲求 心地清静 所以每天一点饮食 足够补充能源 体力的需要足够了 可是妄想多的人不行 他若是补充得不够 体力支持不了 就会生病 所以这还是心理上的问题 心砸心乱 身体就需要大能量的补充 心清静 妄念少 补充的能量也就少 一天一餐足够 若将三餐的分量 变成一餐吃完 必定得肠胃病 表面上做得很如法 日中一时 却是一身的毛病 所以这是不能勉强的 在中国 禅堂里修订的方法是打坐 也有跑箱运动 但以坐为主 因此禅堂的饮食就比较特殊 点心很多 保持不饥不饱 便于用功 不饥不饱非常重要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你的身体决定健康 人在饥饿时发慌 太饱时昏沉 精神不振 功夫都不会得力 所以在禅堂里饮食 不能超过五分饱 当饥饿时 再吃一些点心 所以禅堂每天是吃八九顿 多半是小馒头 小点心 让你始终保持不饥不饱 功夫就容易得力 尤其是晚上 吃得愈少愈好 养生是大学问 讲得最圆满的是佛法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清净心 消除一切欲念 不但对释法的欲望要放弃 对佛法的需求也要放弃 只有一个念头 求生净土 这个世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要时时刻刻提起来 在顺境就不会起贪爱之心 逆境也不会生烦恼 一切静缘之中 能够保持平常心 平常心是道 是菩提大道 要深信因果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能深信不疑 自然就会放下 就敢放下 有些人不敢放下 就是害怕所有的都舍弃了 明天怎么办 总是想前想后 不能彻底放下 这是因为事理不明 没有生起信心 而事实是放下欲多 获得的欲多 财富从哪里来的 财布是得来的 这是果报 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 无谓布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 所以欲施欲多 要把心调好 身调好 这是招牌 使人看到能生起信心 饮食几句要卢法 不要勉强 最重要的还是修清净心 心安住在弥陀圣号之中 念念为一切众生服务 把无上的法门推荐 介绍给大众 特别是对于外来参访的这些善知识 善友们要热忱 慈悲接待 广结善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